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X用语特殊以及疫情观察 那咱们来看一看吧美国现在在疫情这方面的一些发展 而且其他关于疫情的一些新闻 那现在在美国我们看见啊 每天平均会有80万人确诊 那这个呢比去年这个时候差不多上升了300%左右 就是三倍左右 不过虽然呢疫情数据这么高 在数据上来说也看起来像他达到疫情的高峰了 就代表之后呢应该会往下走 那咱们来看一看哪些州 看起来像达到高峰之后往下走了 第一个呢就是纽约 那纽约的七天平均呢 我们看见在1月9号的时候已经达到最高峰了 那在那天呢 他们一天有85,000多人确诊 是美国疫情数据排名第一的 不过呢一周之后也就是今天呢 我们看见他们确诊数据呢 只不过是平均在51,000左右 所以呢就代表他们的确诊数据 还有他们的确诊效率呢也在往下走 那现在的纽约呢 在疫情数据当中在美国排名是第15 而不是第1了 那另外呢我们看下东北的另外一个州 就是纽德西 那他们的确诊病例呢 在过去这周比这周来说呢 也是下降了32%左右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那同时呢美国的首都华盛顿DC啊 我们看见 他们在疫情高峰 也就是差不多12月底左右呢 每天有2500多人确诊 现在呢他们每天有1700多人确诊 所以看起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步 不过最重要的呢 我们也需要观察的 讨论的也就是呢 医院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确诊数据不是特别重要的 住院数据还有死亡数据呢 才是最最重要的 毕竟医疗系统呢 如果被overwhelmed或者overpowered的话 那你有任何病情都没有办法去医院了 那好消息是呢 在这些医院里 很多护士还有医生呢 他们都说 我们现在觉得疫情啊 还有这个住院的人 数据真的是变得越来越稳定了 而不止稳定了一天两天 他们说呢 连了五天到七天的时间 一直看见这个住院数据非常的稳定 所以给他们的一丝希望 看起来现在呢 如果有些人有其他的病情啊 心脏病什么的 或者是癌症啊 他们可以再去正 再次正常的去医院看病了 那另外咱们看看全球吧 疫情的发展 毕竟呢美国我们看见 如果猜测自己达到高峰了 不过呢 对比下其他的国家 看看美国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高峰 还是呢 一个假高峰 所以咱们看看吧 南非还有英国的疫情数据 首先呢 咱们来看一下南非 南非呢 是Omicron的诞生地区 所以他们应该是最早接触的 而且他们数据呢 也应该是领先在美国啊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之前的 那在南非呢 他们有好消息 也就是呢 他们从疫情高峰到现在的差距 差不多是80%的 这个确诊病例下降 现象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那在英国呢 英国跟美国是特别相似的 我在疫情期间观察英国 都看见了他们的数据怎么样走 一会之后呢 美国数据就会那样走 所以呢 英国看起来 他们也是度过高峰 往下走了 他们的确诊数据 比之前的比高峰 下降了42%左右 也是一个好消息了 那虽然如此啊 虽然我说拿它来比美国 不过呢 也没有办法来保证给大家 说美国的数据 也会跟南非 还有英国这样一直往下走的 那包括在美国自己啊 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州 不同的州呢 就跟不同的国家一样 很多州呢 他们的疫情数据往上涨 往下走的 所以咱们看看这个地图 那地图上我们可以看见 他们分开美国不同的地区啊 这个南部 北部 这个东部 西部什么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 在美国 现在呢 东北 还有啊 西部呢 疫情数据都开始往下降了 虽然长得是非常高啊 不过走向是非常好的 不过现在在美国的南部呢 还有美国中部左右 中西部 他们的疫情数据呢 还是在往上涨 也就代表呢 我们看见美国的南部和中东部啊 通常都有一个lag 他们会有一个延迟的现象 因为呢 美国的东北还有西部都是其他国家 如果进到美国呢 他们都会坐飞机或者坐船 进入到纽约啊 或者是加州的 所以疫情从其他国家进来的话 当然会首先打击东北 还有美国的西部 之后呢 才会打击美国的中部 还有南部 所以呢 如果啊 美国这些爆发热点都开始往下走了 那么我相信啊 美国的这个南部 South还有这个中部 应该会尽快的往下走吧 毕竟他们的人不是那么多 他们的人也不是那么的密 所以是个好消息 那很多人也问啊 你看Omicron现在爆发的这么厉害 这个有没有代表 Omicron是最后一个 会打击美国的 这个病情变种呢 是不是final wave 美国人管它叫final wave 最后的一个疫情上升现象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福奇博士 他所做的一个评价吧 那他今天出来说 我们现在还是看太早了 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Omicron是不是最后打击 我们的疫情变种 不过现在我们最需要所做的 就是控制住疫情的这个爆发 那咱们说控制呢 就是代表 每天确诊数据 应该在远远在1万以下 现在呢 每天确诊是80万的 所以福奇博士说 每天确诊1万左右 1万以下5000 这个才算控制住 到时候呢 我们不用戴口罩 到时候呢 我们不用关闭经济啊 或者是用一些 采取什么防病毒措施了 到那个时候 咱们才是算OK的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我们有问题了 就是呢 这个疫情如果传播机会非常多 那它有更多机会来变种 再次有变种特征 来一个Omicron Plus 对吧 Omicron之后的这个希腊 单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I don't know what Greek letter comes after it 不过呢 也不想把它诞生 所以呢 控制住疫情的爆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毕竟福奇博士说呢 我们非常有可能 看见一个可能性 说一个病毒 它再次变种 变种完之后呢 完全可以避开疫苗 所给我们的一个抵抗力 那说到这个疫苗 还有它给你的抵抗力呢 我们上周讨论过 Pfizer 惠瑞呢 他们说我们要 针对Omicron 研究出了一个疫苗 那今天宣布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Moderna这个公司呢 他们也宣布了 我们要生产一个 针对Omicron的一个疫苗 那惠瑞呢 都是走在Moderna 几个月之前 不过Moderna 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的一个流程了 说再过几周呢 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疫苗 那研究完之后呢 应该在三月份 就可以给我们一些 初级的信息了 那我们记住啊 惠瑞他们说 他们研究 针对Omicron的疫苗 也说三月份 会给我们一些答案 当然也是一个好消息 Omicron杀伤的也不是那么多 当然打疫苗 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你有一个 针对Omicron的疫苗 有可能会阻止它的爆发 就像福吉博士所说的 如何阻止疫情传播 还有爆发 才是阻止以后疫情 新变种的一个出现吧 不过在疫苗这方面 其实不是所有的信息 都是好的 我们有一些 比较糟糕的一个消息吧 就是说呢 有很多人在问 我们打疫苗之后 要不要打第三针呢 第四针 第三针已经打完了 那第四针要不要打 那的确很多专家说 打第四针 这个不是一个 一问什么会不会发生 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要打第四针 那以色列已经开始打第四针了 那他们给我们一些报道 就是说 打完第四针 其实它的效果呢 对于Omicron来说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就代表呢 他们给一些人呢 已经打了这个疫苗了 特别是60岁以上的 打完之后 他们发现 的确你的病毒抗体呢 比打第三针的时候 又上升了一些 不过上升到的程度呢 不能阻止你被疫情打击 所以呢 你打了第四针 你还可以得Omicron 没有保证 你没有 完全没有病情 不过这个可能性 还是完全存在的 因此呢 我们看见 打完第四针 这个并不能阻止 Omicron继续来传播 所以呢 打现在这个疫苗 看起来还是不足够 真的 如果你要阻止疫情 这个阻止 Omicron传播的话 那你有可能 真正需要一个 针对Omicron的疫苗 所以呢 希望啊 这些公司 惠瑞 还有Moderna 尽快把这些疫苗 给生产出来 好 我们可以快快 阻止Omicron的爆发 不过有些科学家呢 也说 虽然我们看见 大家想打第四针 这些疫苗 马上要出来了 不过有人说呢 当FDA 还有CDC 批准这些疫苗的时候呢 已经太晚了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你如果批准它的话 美国可能到时候 大家都得Omicron了 都已经有抵抗力了 那到时候 你还有一个 针对Omicron的疫苗 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些医生 就是觉得 美国的整个系统 这个过程呢 花的时间太长了 有可能无效 就算第四针开始打呢 有可能到时候 大家已经得Omicron了 那我们看见 上周 我做了一个 发布会的翻译 那当时呢 我们就看见 很多美国的 这个科学家呢 都在听证会上说 我们觉得大家差不多 都会得Omicron 那到时候呢 是希望没有太多人会死亡 现在Omicron 每天导致80万人确诊 不过死亡数据 还有这个住院数据呢 好在还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杀伤力呢 Omicron比不过Delta 所以这是一个好处 不过大家在这个时候 还要保护好自己 等着这个Omicron 针对Omicron的疫苗出来之后呢 咱们打完之后 有可能再出去玩一下 或者呢 Fingers crossed 对不对啊 咱们祷告一下 希望的Omicron下面 不会再来一个 Omicron Plus 超级Omicron病毒吧 好 那今天就是我们 所有节目的内容了 所以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 收看 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 新闻NX新语节目上 不见不散了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蜡 你